因为世上的众王或者仇敌 是主流基督教爱和顺服的对象 怎么到了希伯来书这个地方 他成了基督的脚凳呢 我们怎么可以一边宣称爱仇敌 一边宣讲仇敌是基督的脚凳呢 我可以告诉大家 主流基督教从来没有解决过这个问题 他们装傻也好 真傻也好 于是这个问题就成了 今天基督教重建要反复面对的问题 也成了教会撕裂的一个主要的战场 我们讲过一些相关的领受 今天我们只做总结 答案就两个 根据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七章和第二十三章 以及其他的关于仇敌的相关经文 我们给出两条答案 第一 马太福音第五章讲到爱仇敌 指的是爱你自己的仇敌 你的私敌 因为你吃包子让人家抢了 你恨上他了 因为你炒股赔钱了 气得你要命 也就是说你可以爱 圣经教导你爱你自己的仇敌 里都是罪人 因罪闹翻了 教会为什么要建教会 教会里充满了各种可能发生的身体 肉身欲望的冲突 因为骄傲 你有你一套 我有我一套 搞起来了 所以要爱你的仇敌 才可能重新开始人类的聚集 这很简单 人对人是狼 这是一个普遍的森林法则 天国宪章 神要在地上建国度怎么开始呢 就是把这些互相仇视的人类聚集在一块 前提就是你要爱你自己的仇敌 但是不是指你爱教会和基督的仇敌 这是第一个概念 就是对象的限定 第一条界限 爱仇敌的第一条界限 不是指基督的仇敌 教会的仇敌 不是指敌基督 指的是你自己的仇敌 那个老我的仇敌 那个圣灵还没有降临之前 还没有受洗 还没有信基督是主的 之前的你所面对的仇敌 这是第一个界限 因为你只有这样的界限 你才会明白其他的相反的经文 第二个界限 就是福音之初 要把福音传给所有的人 包括你的仇敌 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 日头照好人 也照歹人 这个日头是什么呢 基督和他的福音 因为我们神怜悯的心肠 要光照所有的人 你不能说因为他是我的仇敌 我不跟他讲福音 这不可以 因此你会看见 雅各对埃及的法老 讲福音 给他祝福 摩西在实灾之前 也不断地为法老和埃及人祷告 但是最终没有了 为什么 就是日头已经照过好人了 雨已经吓到歹人的头上了 你已经尝到了天恩的滋味了 福音也传给你了 但是你仍然拒绝 不要再爱他们了 你要再爱这些人 只有一个词来形容你 就是贱 或者假 或者蠢 或者坏 有没有圣经根据 有 马太福音第七章说 不要把圣物扔给猪和狗 免得它回过头来咬你 耶稣没有说你要爱猪和狗 咬你也爱 这是你讲的 你的爱 犯爱的表演 然后主耶稣还讲了蛇 还讲了豺狼 这都不是爱的对象 到了马太福音二十三章说 毒蛇的种类 毒蛇之种 这都不是爱的对象 法老也一样 开始爱法老嘛 爱 以色列人下埃及 雅各为他们祷告 约瑟帮他治理国家 都是爱 爱仇敌 但是到了法老反反复复的来逼迫 以色列人的时候 我们必须顺服神的公义 消灭他们 你想一想 一方面上帝要消灭法老和他的军队 另外一个方面 你主张爱他们 你是什么情况 这就是主流基督教的情况 这就是今天我们面对这个基督教 我没有夸张 你扪心自问 他们都这样 直到今天 我的视频下面还不断的留言 你要爱习近平 要为他祷告 有一些公知开始发起一个年终的总结 说习近平做哪一件事 使你对这个国家的未来失去了希望 讲很多 立宪啊 修宪啊 然后连终身制啊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 香港图城啊 还有呢 最多人的回答就是动态清零 整顿民营企业啊 清理教培产业等等等等 这都不是我们的答案 我们的答案其实很简单 有两个事情让我认为中国没有希望 第一件事情就是拆教堂 把那狗头挂到教会里 神说我得灭你 第二件事情就是把一个著名的传导人 叫仁波妹的赶出来了 那这能行吗 是吧 这不行 这事不中 当然我认为这是个假问题 什么意思 中国从来没有过希望 你怎么跟我说 你什么时候对中国失去了希望 我就没有抱过希望 只要他们还称自己是龙的传人 就永远没有希望 换句话来说 我就从这个问题身上看到了 中国没有希望 总结 我们爱仇敌有两个界限 一个是对象的界限 一个是时间的界限 对象的界限 爱自己的仇敌 你不要爱基督的仇敌 第二 时间的界限 传福音可以 但是你如果不听还逼迫教会 我就等着你被火焚烧 直到永永远远 但是我们不能说主流基督教 爱仇敌没有界限 主流基督教爱仇敌也有一个界限 你知道是什么吗 主流基督教爱仇敌的界限叫人不媚 就是他天天上来教导我们爱仇敌 对吗 让我们爱习近平 但是他们恨我 就是所有的仇敌和暴君都可以爱 但这小子 我实在没法爱 这也是他们的撒旦谎言暴露的最清楚的一个环节 那你为什么不爱我这个仇敌呢 他们不爱我这个仇敌没有关系 无效 因为我们的神是这样的神 在我们的仇敌面前 为我们摆设 言习 今天是圣餐主日 欢迎大家来到主的言习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感谢赞美你 你保守我们度过了这个艰难的冬天 你又带领我们继续在真理上长进 我们在这里也祈祷 所有在这个冬季 那些患病的老人 或者经历家人离散的弟兄姐妹 求你大大的安危和保护我们 保守我们 求你怜悯我们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